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爱情当中 两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 有时候会腻 会不主动联系你 不像两个人刚刚在一起的时候特别亲密 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 女人们不要尝试放下自己的尊严去主动联系男人 讨好男人 那听听到一句特别扎心的话 我对你的感觉大抵就是 就算你很久不跟我说话 很久不跟我聊天 甚至哪天你直接就断掉了跟我的所有联系 我还是会觉得你是我非常重要的人 我理解这种感觉 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那就是 你对他而言 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一 不联系你的人 别为他辩护 毒气说着再也不爱他 毒气说着再也不联系 哭得稀里哗啦睡去 手里就紧钻着手机 稍微震动一下 就立马跳起来回复这种事 我想很多人都干过 我朋友就是赤裸裸的例子 原本身材奕奕的人 最近每天浑浑噩噩 我才知道 不论多么优秀独立的女孩 在爱情里都会卑微和弯腰 朋友真的很厉害 博士在读 前途无量 而那男生学历平平 连续三年考公务院 连续三年失败 这期间 朋友不但没有一句怨言 还把他照顾得无畏不至 抱个名帮忙填表 吃个饭帮忙夹菜 陪他住在九平米的廉价出租屋 陪他省吃俭用 寄钱给家里 只因为他有个弟弟 不学武术 整天闯祸 工作生活全靠哥哥 这些 朋友都忍了 告诉自己 既然选择和他在一起 就得包容他的家境 体谅他的不义 可是后来发生的那件事 实在太令人崩溃了 当时朋友因为疫情的原因 血液受阻 论文被卡 整个人焦虑地睡不着 又爆发了大面积的湿震 电话打给他 想让他回家 他推脱在开会 走不开 结果当天 收到他弟弟和人打架 进了橘子的消息 他二话不说 连夜赶回家 还将全副身家搭了进去 于他而言 输情注重 我想真的很明显 一个人在医院 翻来覆去睡不着的夜里 朋友终于也忍无可忍 打电话控诉他的种种罪行 他却表现得极为不耐烦 你又不是得了什么会死人的病 凭什么不让我管我弟 然后电话一挂 再也没了消息 方若人间蒸发 我一次又一次地劝告朋友 算了吧 他真的没有那么在意你 可朋友上一秒还难过地直掉眼泪 下一秒又疯狂地开始为他辩护 他忙 他这个人嘴笨 他就是不习惯把这些小事放在心上 说实话 我觉得心疼 也觉得生气 那种感觉很无力 就像他们说的 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明知道他有空 只是对自己没空 明知道他有恃无恐的原因 只是因为爱得没有那么深 但就是不愿面对 不想承认 控制不住为他辩护 甚至为他找尽一切借口 直到上的体无完复 才终于认清到 有些爱 真的只适合到此为止 倘若喜欢占了八分 那么自尊也该留两分 二 不联系你的人 别以再追问 毕竟 一个人再忙 也只会一会儿不理你 不可能一直不理你 有时候 他的躲闪 其实就是一种答案 他的沉默 其实就是等于拒绝 想起同事 喜欢一个男生很多年 幻想着和他结婚 幻想着和他组建家庭 可当共同的朋友 问起他们的未来规划 他却不言不语 不回答 他对感情的事 总是表现得不以为然 很多细枝末节 其实都在彰显着这一点 他晚上聚餐从不说明 他出去出差 从不报备 他放人家里等他的这个姑娘 担心 焦灼 又为他辗转难免 同事不止一次跟他说 自己不喜欢这样 希望他能有所改变 他不知可否 下次依然照旧 而这时成了同事心中 不可磨灭的阴影 想不清楚 弄不明白 为什么这样一件小事 他也办不到 是心太大 还是人太忙 疑惑只是不喜欢被管输 直到后来他们分手 他有了新的女友 常常秀恩爱 他在朋友圈广而告知 自己的婚姻 同事终于明白 他不回消息 只是不想回自己的消息 他不想结婚 只是不想和自己结婚 而究其原因 不过是没有那么喜欢罢了 才发现曾经的顾闹 像个笑话 追问始终打脸 就像他们说的 慢慢你会明白 成年人的感情 就是不追问 不解释 是心照不寻 是突然走散 是自然消解 是一种冰冷的默契 深以为然 想到电影《引诗男女》里的家妾 和前男友分手后 依然五段撕裂 他连他给的温柔 于是 高兴时 就还是去找他分享 难过时 就还是去找他倾诉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很久 直到有一天 很久都没有了他的消息 家妾等不及 去敲他门的时候 却被告知 对不起 今天不方便 那一瞬间 家妾很难过 也很崩溃 但还是选择了体面离开 没有撕扯 也没有追问 是不想 也是不必 因为答案已经朝人若接 就像他们说的 不爱了就是不爱了 有了新的替代 就是有了新的替代 他不联系你的时候 可能在联系别人 他不想你的时候 可能在想别人 你可以找一万种结构 为他开拓 但他绝不可能是 对你于尽未了 三 不联系你的人 别执迷不悟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别期待一个 遗情别恋的人 对你回心转意 别失望一个 假人假意的人 对你掏心掏背 事情的结果 不会因为追问 而有所改变 残酷的真相 不会因为执着 而变得柔和 就像前段时间 网上闹得 废个洋洋的 那个新闻 一姑娘 在网上认识了 一个男人 她说自己 是开公司的 言行举止 又表现得很绅士 姑娘觉得自己 遇到了对的人 两人迅速陷入热烈 这之后 男人却开始 用各种各样的理由 找姑娘借钱 一会儿是工程项目 出现了一个缺口 一会儿是家人身体 突然出现了问题 一会儿是朋友 求自己帮忙 就这样 前前后后 借出去几百万 姑娘终于觉得不对劲 联系不上人 打听不到消息 姑娘一边埋怨 又一边还在担心 她是不是有什么 难以言说的苦衷 说实话 我看她无奈 也看她生气 这男人当然狼心够废 但姑娘也太执迷不悟 一个消失得 无影无踪的人 你又何苦 还对她抱有期待 一个狂骗你 从头到尾的人 你又何苦 还为她执迷不悟 伤透了 就该清醒了 看清了 也该放手了 爱就是爱了 断就是断了 既然气数尽了 缘分尽了 就该擦干眼泪 转身就走 即使之随 总胜过一败涂地 自尊自爱 总胜过患得患失 你得知道 那个一离开 就没有了消息 那个一走掉 就没有了归期 那个不联系你 不挂念你的人 只真的不在意你 有些事 你得学会藏 有些人 你得选择忘 知乎上有一个问题 什么才算是 真正忘记一个人 有一个高赞回答是 真正的忘记一个人 不是斩断过去所有回忆 不是删掉所有联系方式 而是当你不再打听他的消息 他有了喜欢的人 他和谁在一起 你都没有感觉了 这才算是真正的忘记他 人到了一定年纪 有些人 你总得选择忘 有些事 你总得学会藏 那个不联系你的人 别再为他辩护了 也别一再追问了 更别执迷不误了 把未来交给时间吧 你得知道 成年人的感情 有一条潜规则就是 以前想你是立刻去见你 现在想你是不再打扰你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时间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 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 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林言希望大家都能怀着 最大的善意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 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尽情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